那像第一个单词是Faula 这是什么 预言 像什么一所预言啊 各种预言啊 就可以叫Faula 这个名词就不多说了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Oso Osa 这是熊 那像Oso 这个公熊母熊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像马德里那个标志就是一个啥 熊 熊抱树那个标志 然后是不是就在Sol那边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Basear Basear 这个词呢 这是Sambu 那像这个词变位也是规则的 那这个变位就不说了 那你像咱们一般会说什么 在哪儿哪儿散步 那么在哪儿哪儿散步 咱们会加的前置词往往会加哪个 是不是沿着哪儿哪儿哪儿 在移动 对吧 在溜的 所以说那你加的前置词应该是Basear por 对吧 比如说给大家举 Lisa和Las parejas Basean por el parque 这是不是一对一对的 Basear 这是不是情侣 Las parejas 这是不是一对一对的 好些情侣 对吧 Basean por el parque 是不是在哪儿散步 在公园里头正在散步 好 然后再有像Basear 它所对应的这个名词应该是谁 Baseo Baseo 这就是它的名词 那如果说咱们要是想用它的名词来表示在哪儿散步 那是不是会用Dar un paseo por 去旅行啊 去度假 去购物是一样的 对吧 Dar un paseo ir de paseo 如果要是说在散步中呢 是不是那你会用的动词就是谁了 是不是 Estar 那是不是就是 Estar de paseo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词组 De pronto De pronto 这是突然 除了用De pronto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谁 De repente 对吧 De repente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两个是可以用来替换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 Rapidamente 飞快的 快速的 那像你之前是不是会见到谁啊 Rapido 那像Rapido这个词它有几个词性 是不是两个 一个可以当形容词 这是不是快的 另外一个可以当什么词啊 是不是可以当副词 对吧 快的 然后再有 那有同学说 老师 那要是作为副词的话 我为什么不用Rapido 而用Rapidamente 这都是可以的 它作为副词可以替换啊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 Arvo Arvo这个数也不说了 阳性呢 然后后边这个 比也好 老的 旧的 那像这个老的 旧的的话 比也好之前 好久之前 咱们就学过了 可以指人老 人老它所对应的这个形容 它所对应的反应词就是啥 年轻的 那是不是就是Hobin 对吧 然后再有 那它是不是对应旧的 那是不是还有新的 新的就是啥 Nuevo 而且咱们原来还讲过 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位置的这件事 如果直接修饰名词 放名词后 那就是真老 对吧 那放名词前呢 是不是对于说话人来说 那是不是你会见到什么 Un viejo amigo 这个你是怎么理解来的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老朋友 那这个老真的指的是岁数老吗 不是 对我来说认识的时间强 是不是交情老 老朋友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词啊 Abandonar Abandonar 这个词呢 这是抛弃 Abandonar 嗯 抛弃呢 它这个词变位也是规则的 所以变位就不说了 而且它又是一个挤物动词 抛弃什么东西 抛弃什么人 是不是 Abandonar algo O abandonar uno 对吧 是不是直接加冰语 人坐冰语前加 比如说 那这个句子里头 El Capitano puede abandonar la nave 是不是说船厂不能抛弃这个船 对吗 那它抛弃的直接对象就应该是啥 La nave 直接加冰语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这个电视剧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啊 然后挺久的了 叫El Bargo 大船 然后有的会给它翻成海翻 像Bilibili上也有 是不是一个灾难品 对吧 那我觉得特别适合 特别合适的能够来形容那个船长 大家可以找找看看 不难看 只不过到后边会越来越狗血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一个 Incomprensiblemente abandonó a su mujer y sus tres hijos por una jovencita extranjera 那是不是讲的是一个 傅心汉的故事 那是不是不可理解的是 对吧 abandonó a su mujer 是不是他抛弃了他的妻子 y sus tres hijos 还抛弃了他的三儿子 por una jovencita extranjera 由于什么呢 由于一个年轻女人 是不是一个外国的年轻女人 对吧 好 那是不是抛弃妻子的故事 abandonó 他抛弃直接对象就应该是啥 a su mujer y sus tres hijos 好 这这个abandonar 这个不多说了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subligar subligar这个词 这是爱求 像我一看到这个词 给人感觉就老想起那个表情 对吧 爱求 那他可以是挤物动词 也可以是不挤物动词 那也就说 爱求什么 直接加宾语可以 爱求这件事是不是也可以 那么像这种词 就不用记他的词性了 而且像这个词subligar 整体变位 它也是规则的 对吧 长短也合适 只不过你要注意什么呀 subligar 最后他是不是以这个gar结尾的 代表说 在命令 肯定命令是您 这个人称上变位 你要注意干嘛 改写字母吧 所以在肯定命令是您上 应该是啥 subligar 对吧 那他在您问上就应该是啥 subligar 对吗 然后再还有呢 如果要是在虚拟式 现在时呢 那你这个是不是都要注意改变书写 那是不是subligar subli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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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subligar subligar 那像这个是不是这种书写 一直都是要写成谁的 孤和悟 对吧 然后再还有 还要注意什么呀 简单过去诗 那简单过去是yo 那就应该是啥 subligar 是不是就需要加注音符号 也得改变成谁呀 孤和悟 好 这这个subligar subligar 那么 比如说给大家举例子 这是不是说的就是 这是不是很害怕 是不是 黑暗让他们特别害怕 对吧 那主语是谁 在这个句当中 是不是 那是不是给了什么 恐怖 对吧 这个词你猜你能猜出来 是不是恐怖 害怕 那害怕 对于谁来讲 对于他们来讲 是不是他们哀求我 哀求我什么呢 后头是不是加了一个从句 这加的就是一个什么从句 是不是加的是一个直接冰语从句 那么哀求的直接对象就是啥 incendiera una luz 是不是点亮一盏灯 对吧 那后头 incendiera 这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 虚拟式过去未完成式 因为哀求 它是不是表示的也是一种什么呀 请求啊 建议啊 命令啊 是不是也是加强个人语气和色彩的 像这种就跟 什么bedir consejar recomendar 等等这些 直接冰语从句 要用虚拟 只不过你看哈 主句它用的什么实态 过去实态 是不是过去未完成式 从句用的虚拟 用的是啥 也是对应的过去实态 虚拟式过去未完成式 这还没学 但是能理解就好 而且大家主要要体会这个语气是什么 Lestava derror 这个用的过一晚 为什么用过一晚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来表原因 对吧 哀求我的原因 或者是描述当时的一个场景 imaisubligavange 这个过去未完成式 为什么用过一晚 是不是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呀 一直在哀求我 是不是重复强调 开开一盏灯吧 开开一盏灯吧 是不是这样的这种一种语气在 所以说 大家不要把西语的这种实态 当成一种压力 应该是能让你产生很多联想的一种东西 所以它在这用这个过一晚 而且你要注意啥 如果subligar 或者加重聚 那你应该加的是什么 虚拟 这点之后 就算我不讲 你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在 因为是不是请求建议命令 等等的那些 它都是相通的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遍 然后再看一遍 subligando de rodillas subligando 是不是哀求 de rodillas rodillas 这些膝盖 是不是跪着在哀求 这个de可以理解成什么样 表方式或者状态 对吧 那其实好像这个句子里头 subligar 它是急语动词 还是不急语动词 是不是不急语动词 指的是什么 哀求这件事 而且 大家再看一眼 这个句子 这儿用了一个什么样 过去分词吧 它筋筋力解荡 那是不是表示的是一种什么 状态 对吗 然后 i subligando de rodillas 那像这个subligando 那这个用的是什么样 是不是用的是副动词 那用副动词 是不是正在哀求 指的是什么样 是不是进行吗 强调的是动作 对吧 所以这又回到了 咱们这节课语法 讲的这个对比的 过去分词和副动词 放在句子里头去体会 好 这这个subligar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bobre bobre 这穷的可怜 那咱们很早很早 在a1 a1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讲了 对吗 那是不是bobre 放在名字后 是什么 穷的 客观的 没钱 对吧 然后放名字前 是不是加强个人的感情色彩 和语气的 它指的是什么 可怜 好 接下来看下一个词 这个yorar 这是哭 这没什么可说的 辩位也规则 这个不说了 然后后边这个 deimmediado 这是立即 那像这个de immediado 立即马上 那它是就可以跟谁来替换 immediatamente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 比如说给大家举例子 loxame y vino deimmediato 我给他打电话 他立马就来了 那是不是这句话 我也可以说啥 loxame y vino immediatamente 这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echarse 躺下 那echarse这个词之前咱也见过 这是不是扔啊 那是不是echarse 是不是我把我自己扔到哪 那是不是就特别形象 那你回想一下 那回到家 一看见床 夸 给自己扔床上 是不是躺在哪 对吧 而且像echarse 辨位也规则 这个辨位也就不说了 给大家举例子 si te encuentras mal échate un ratto 那是不是说的 如果你不舒服 你就躺一会儿吧 échate un ratto 这用的是什么诗啊 是不是肯定命令诗 然后再接着看这个 no te eches mi gama por favor 是不是就是说 你不要躺在我的床上 对吧 这是不是用的是一个否定命令诗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finherse 那finher这个词 那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辨位 为什么要看边位了 因为在上课的时候 发现好多同学 对he这个发音 掌握得特别特别的不好 对he这个发音 它掌握得不好 是因为 gagigogu和hehe 和hoda这个关系 那么像这个finher 它这个辨位 势必会是不是会发现 会发生改写字母的 这种问题 对吧 那你比如说 它成为现在时 他整体规则 是不是只是涉及到正字法 那是不是应该是finho 那像这个finho 我还能用he吗 不能了吧 我是不是只能写成谁啊 hoda 要不就成了啥 fingo 对吧 所以像他承认现在时 yo 是不是要改换书写finho 那其他人称规则吗 规则 对吧 然后那么在他的这个肯定命令是du 那就应该是啥 找三单 是不是finhe 好好的吧 然后在年上应该是啥 是不是finha 那是用hoda还是用he 是不是应该用hodan 对吧 ustedes finhan nosotros finhamus 这是不是要用谁 还是hodan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finhit 这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再接着像虚拟式现在时呢 那像虚拟式现在时当中 那是不是也得改换书写 交叉互换 这六个是不是都得改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啥 finha finhas finha finhamus finha is ifinhan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对吧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finhir这个词用法 它几乎动词也行 字符动词也行 意思都是一样的 用法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字符动词会用来干嘛呀 加强语气 那你比如说 quando jugamos finhimus que somos los personas is de un guendo 那是不是说 当我们玩的时候 我们假模装什么样 我们是故事里头的人物 对吧 那后头它是不是加了一个 直接编语丛卷 所以这里头它用的是finhir 九动词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这个 en eso en eso 这是此时 那这个就相当于啥 en ese momento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garra 爪子 比如说猫爪 什么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这个 olfadear olfadear 文秀 对吧 极物动词 这个也不多说了 而且变味也是规则的 后边这个señal 记号 迹象 那像这个señal 大家一定得注意它的词性 那好多同学理解成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 它是一个名字 而且是什么呀 阴性的 比如这种迹象 是不是 la señal 对比比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当活的也可以当活泼的 那哪个是活的呀 是不是 estar vivo 这是活的 只是状态是活的还是死的 那么ser vivo指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 活泼的 对吧 好 然后比如说 los seres vivos 这是不是形容词直接就是名词 这指的是什么 生物 那像ser 它是不是就相当英语里头这个being 它是不是可以表示生物物种 那是不是活的物种 las victimas del naufragio aún están vivos 这是不是说的是啥 是不是海难当中的受害者 仍然还活着 你不能说仍然还活泼着吧 仍然还活着 好 看mbira后边这个interes 这是啥 这是利益 对吧 那像这个词呢 它是不是这个词 它除了有利益的意思 你会发现它长得特别像谁呀 interesante 或者它所对应的这个动词 interesar 那interes 它是不是可以当利益讲 那还可以当什么讲 兴趣讲 没有任何问题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词 desabarecer 那像desabarecer 这个词这是消失 那像之前呢 你见过什么apparecer 那apparecer 这当什么讲 是不是出现 所以说desabarecer 那是不是就不出现 那是不是消失 而且像这个词变为规则吗 那你是不是会想到apparecer怎么变 那在想到apparecer的时候 如果说你真的忘了 都忘了 那你是不是也会想到啥 parecer 它不规则的话 就会引发什么 肯定命令是吧 那所以说像它肯定命令是的 这个变为的话 do 是不是找三单 desabarecer 还是规则呢 那usted 它在您上就应该是啥 是不是desabarecer 对吧 desabarecer 是不是变成sca 对吧 然后ustedes 是不是desabarecer 那nosotros呢 那我们呢 是不是desabarecer 那你们呢 desabarecer 那这个引发出来不规则 是不是也会引发 虚拟是现在时的不规则 所以说像虚拟是现在时 那是不是得看它 成熟现在时就极其不规则 在这个把o去掉 这个基础上 再加强应的后准 是不是说 所以说成熟现在时就应该是 虚拟是现在时就应该是 desabarecer 你会变成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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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像它对应的 前面过去是 和过去 会变成sca 是变成sca 这是完全变成sca 这是完全变成sca 那你想变成sca 它是一个不久的东西 那消失 什么东西消失了 那是不是就完了 比如说 Olivia desapareció Olivia消失了 好 然后在前面看下这个词 exclamar 那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exclamar 惊呼 是不是就是不 这样的一声 对吧 那像这个词整体变为 也是规则的 这也不说了 后边这个词呢 secreto 那像secreto 这个词这是秘密 这secret 这个英语是不是也很像 这个也不说了 那abardar 这个词呢 它是当什么讲 一看它就是当什么讲 是不是就当远离 对吧 那所以它急物动词呢 是使分开 使离开 分开 分开什么什么 那是不是abardar algo 那从哪那分开 是不是abardar algo 对 你会发现什么停止啊 远离啊 用的这词 一般都是谁啊 对 从哪哪离开嘛 比如说abardar la ropa del fuego 是不是它把衣服从火边拿走 对吧 那再比如说alverlo abardó los ojos de mí 是不是一看它 我一看它 它就把眼睛从我身上挪开了 它就不看我了 对吧 嗯 那abardó 它的职业对象应该是啥 los ojos 那从哪挪开呢 de mí 从我身上 嗯 好 然后再接着那要自负呢 是不是我让我自己远离 远离什么什么 远离谁 是不是从哪里 看你家的前置词依然是谁啊 是不是依然是de 对吧 那是不是就是abardarse de algo 比如说abardarse del tema 是不是偏离主题 那再比如说seabardó a un lado 是不是他离开了 躲到另外一边 躲到一边去了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gabard 那像gabard 你别看它是一个形容词 也非常重要啊 首先你要注意 既然是形容词 是不是就是名字有性数变化呀 那么像gabard 它也是以什么结尾的呀 ceta 所以说像gabard 它要变幅数 它要怎么变呀 是不是ceta变成c 再加ac 那就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gabardarse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好 然后再有看gabard 他当什么讲 那gabard 第一个 他可以当有能力的 能干的 比如说 soy una chica capaz 我是一个能干的姑娘 干练的姑娘 有能力的姑娘 对吧 那能做什么什么事呢 这个词组是ser capaz de ser capaz de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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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